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徐霞克 徐霞克家有万亩良田 他们家织出的薄如禅意的丝绸 远近门名并且被争相购买 徐霞克可以做一个很潇洒的地主或者商人 但他却在二十二岁那年离开了家门 这以后的三十多年 徐霞克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行走 在广阔的大地上行走 天待在头上 路就穿在脚下 徐霞克走过黄山的时候 有几片云彩从头顶上飘过 徐霞克抬头望去 两风触天 好似云中霜雀 这就是云门风了 雄伟并且著名的建筑 一般总在入口之处设上巨雀 黄山自然地将天宫寓于人巧 这样的雄秀 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油然而生 于是徐霞克拾机而上 明朝的黄山只有一个游客 所以禁忌 所以徐霞克能够很清晰地听到石头和松树的说话声 徐霞克问道 不是说石不能言最可人吗 石头说 那是因为他没有遇到能说话的知己 徐霞克说 你们在说什么呢 石头说 自己听 听到什么是什么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徐霞克说 渤海内外无如灰之黄山 登黄山则天下无山 观之矣 大家听了徐霞克的话 问道 你能不能说得再细致一点啊 徐霞克想了想说道 比如下黄山吧 由石笋刚北转而下 群峰或上或下 或聚或先 或直或一 侧想穿绕而过 腐窥转故 步步出奇 但赫深雪后 一步一惊 大家说 还有呢 徐霞克说 我没有空聊天啊 还要接着去行走呢 跟你们这么说吧 黄山有太代的雄伟 华山的峻峭 横跃的烟云 匡炉的飞铺 一句话 就是 五月归来 不看山 黄山归来 不看月 黄山在 徐霞克嘴上行走 徐霞克走遍天下 黄山 明阳四海 我们就在这样 幽远的旋律中 又一次回过头去 眺望不远处的 黄山和九华山 黄山是仙 仙风道骨 九华山是佛 莲花佛果 我们呢 我们是云云众生 我们去黄山 飘飘欲仙 我们去九华山 立地成佛 也许做人太累了 所以想到成仙 也许成仙太难了 所以还是做人 也许做人太累了 所以想到成佛 也许成佛太苦了 所以依旧做人 天高云淡 人在灰州 让我们再一次 踏遍青山 圆梅上黄山的时候 已经是一位 迟暮的老人 才情四溢 一泻千里 随缘老人圆梅 读了徐霞课游记之后 对于黄山 浑淫梦绕 念念不忘 圆梅 是由海马 背负着上黄山的 圆梅的年纪太大了 黄山的道路 太险泽了 叫做海马的当地人 用树杖长的布匹 将圆梅 裹在自己身上 浮在海马背上的圆梅 觉得滚下里 起起伏伏的山栏 壮如潮涌 而自己 就是一只飞翔的鸟 就是在黄山之上 这一位当年的支县官 因为地方上闹蝗虫 激愤地走出衙门 投身于灭黄人群 并且悲怅地 对着漫天飞舞的蝗虫 呼喊出了 不要再吃老百姓的庄稼了 要吃就吃我的肺肠吧 这一位以毕生的经历 高举着性灵学旗帜 对于诗坛上的尼古主义 和形式主义 坚决冲击的文坛领军人物 面对崇山峻岭 一次次感慨细致 如笔如史 如笋如竹林 如刀脊如船上围 又如天地细降 武库兵杖布满地上 这是圆梅看到的山峰 红日将坠 一风以守城之 似吞似捧 这是圆梅笔下的落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山之旗 信在珠峰 珠峰之旗 信在松石 松石之旗 信在珠谷 去物之旗 信在铺海 这话是清朝的文人赵吉士说的 赵吉士是个实在人 说出话来 也是一是一二是二 另一位名叫黄如亭的文人 游了黄山 却是忽发奇想 我辈看明山如看美人 贫笑不同情 修约不同体 坐卧土以不同境 其壮千变 山色之落 眼光一耳 其智者不容言也 黄如云 黄如亭的意思是说 以欣赏美人的态度来看山 这是取其同 但美人和美人之间会相互嫉妒 看美人的也会争风吃醋 我们在游山玩水的时候 则各尽其性 各言其美 大家很放松 也不至于会不愉快 这便是看明山和看美人的不同之处 而黄山的风乱 又因了云海的笼罩 焕发着别样的神采 白云倒海忽平扑 三十六风连吞吐 风帆烟亭虽不见 点点逻辑时有无 这是清朝诗人江贺亭看到的黄山云海 那在山间飘荡的 似烟飞烟 似云飞云 似海飞海 随风飘移的 还有黄山突兀的威亚 纵横的优惑 在这样的风中 在这样的云里 山的形态 树的身影 时隐时现 虚无缥缈 云雾飘荡的黄山 始终处在如临 广寒的神秘气氛之中 现在我们行走黄山 看一枚枚落在山石中的松果 仿佛前人留下的片言之语 或者曾经有过的故事传奇 当我们和这一些松果 邂逅相遇 我们的思绪 幽然地在浩渺云海 飘来荡去 山是不动的山 依然窥雳 云是飘忽的云 一起一收 静是静的雾然 动是动的突然 静和动之间 奇景幻影 曾见跌出 然后还有松树 前前一说 黄山是无树飞松 无松不齐 有干大如镜 而跟盘区 以母记者 有巡崖渡鹤 因依如玄渡者 有船下雪凤 崩崩如侧生者 有壮壮如羽宝者 有脚脚如脚龙者 有握而起起 而覆握者 有横而断 断而覆横者 黄山的松树 长在山和云之间 长在前世和今生之间 长在真实和虚幻之间 长在雕心利益 和循规蹈矩之间 这样的千姿百态 这样的千奇百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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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知道 一千多年前 我们的仙人怎样从茂密的松林中 获得了至末的灵感 从而制作了风机逆礼 光泽如漆的灰墨 我们只知道 一千多年以来 我们驾驭着灰墨的骏马 纵横驰骋 我们的家园 因水墨而风华绚丽 其实不是人在磨墨 其实啊 是墨在磨人呢 这话是苏东坡说的 苏东坡静静地坐在书房里 安详地转动着手腕 看 墨花圈圈 在宴上 像青云似的团团展开 然后 阵阵松香 敌尽 一人姓灵 此时的苏东坡 勿我两望 色泽如漆 有黑之中 泛着微微紫气 香气富裕 经久不散 墨迹 不辅不住 灰墨 是长在灰洲的一棵树 杂树生花 灰墨 香气四溢 《灰洲辅志》记载 清康熙寻世江宁 曹素公尽献宝墨 康熙 康熙适用后 身为赏识 特赐曹氏 紫玉光三子 嘉庆年间 朝廷又召曹氏 进京 特置玉墨 顺治三年 曹素公 由社县 迁至上海 从开业 到一九五六年 曹氏经历十三代 绵延三百多年 也是清朝 同治年间 灰洲文人 谢松代 进京赶考 名落孙山 十年寒窗 东流水 谢松代觉得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 磨磨 花费了太多的时间 而耽误了打卷 谢松代想 如果能够制造出一种 墨汁 直接用于书写 既是省时 又是省力 不是一亿足弓天下用吗 这是伊德格的来历 这一年的科举 使清朝少了一个进士 使我们文化历程中 多了一个发明家 还有设宴 是不是从千姿百态的石料中 获得了启发 或者说 从黄山松树 制造灰墨中 获得了灵感 我们不能知道 古墨 青磨 满几香 燕池新玉 灿盛光 我们只知道 摄焰和灰墨 是灰洲水土上的 珠莲碧河 是文化中国 赫赫声明的 绝带霜角 色泽美丽如碧云 实质细腻如肌肤 暗寒锋芒 枕色发墨 油润生辉 这就是摄焰 摄焰下墨快 且不损笔风 夜晚磨磨以后盖好 第二天不干 正好写字作画 宋朝的米符 在艳势中 这样评说摄焰 金星摄焰 其质兼利 喝气声云 注水不合 墨水于止 鲜艳夺目 数十年后 光泽如初 还是米符 曾以一方 楼刻精致的摄焰 换回了一幢 豪华的庭院 而关于摄焰 更多的故事和描画 则是蕴含在 千百书生文人 内心深处的 永叹 我生无田 石破焰 耳来焰枯 磨不出 这是苏东坡的感慨戏之 重连不卷 流香酒 古焰微凹 巨莫多 这是正板桥的 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也是出产在 安徽省的 是宣纸和宣笔 这是一个传说 东汉造纸家 蔡伦的弟子 孔丹 在晚南 以造纸为业 孔丹一直怀着 一个造出 世上好纸的愿望 他要以这样的纸张 为师父画像 修谱 有一天 很偶然的 孔丹看到一棵 古老的青檀树 倒在西边 中年的日晒水洗 浮便的树皮 露出一缕缕 长长洁净的纤维 孔丹 以之作为原料 造出了 质地绝妙的宣纸 唐前浮年间 书画评论家 张燕远 在自己的著作 历代名画录中说 浮世家 一致宣纸百幅 用法蜡纸 以被磨写 这是史籍之中 最早对宣纸的记载了 这说明 唐代造纸术 已颇为发达 并开始把宣纸 用于书画了 但制作水平 还不高明 还需要 以法蜡纸 才可以磨写 到了南唐 礼后主礼玉 兼制的成心堂纸 肤如卵膜 肩结如玉 细落光润 惯于一时 这是宣纸中的精品 后来欧阳修 曾经用这种纸 起草新堂书 和新五代史 并送了若干章 给大诗人梅瑶辰 梅瑶辰收到这种 华如春冰 蜜如茧的名纸 竟高兴地 把玩惊喜 心徘徊 宣纸 使文人意气风发 因为宣纸 文人 有谷有神 有谷有神 而宣笔 是宣纸的香里香金 毛影之计 先天下 还是在公元前 二百二十三年 秦国的大将 蒙田 带兵南法楚国 经过宣州的时候 看到这里 兔肥毛长 便拔了兔毛 装在竹馆上 这应该是最早的宣笔 也是历史上 第一支毛笔了 宣笔 早在近代 就名声远扬 宣笔中的上品 成事笔 更是为文人所喜爱 书圣王羲之 曾经亲笔 向成事写过 求笔帖 这是欧阳修 赞颂宣笔的句子 但是 宋朝的战乱 没有因为如此精致的宣笔 而退避三社 战乱也没有因为 欧阳修的赞美 而对宣笔网开一面 从这时候开始 宣州的毛笔工人 纷纷难迁 浙江的湖州笔派 也因此兴旺起来 湖笔的好 是因为对风影的讲究 千万毛中选一毫 有了好的风影 才使湖笔形成了一个刚柔兼背的笔风 这是湖笔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毛笔最根本的区别 湖笔也因此具有了一种特别的审韵 有人说 中国书画艺术的本质不是写意 不是线条 而就是用笔 在中国书画艺术中 用笔可以造神 可以造天 可以造人间美景 而能够担当如此重任的 也只有湖笔了 这是湖笔的光荣 也是中国毛笔的光荣 笔墨纸燕 这是中国古代最富财情的文艺社团了 假如说笔如篱笔庄 那么纸就是含住篱笔庄的原地 而水墨则是离间开落的花朵了 假一夜偏周 尚可以追溯到宇宙洪荒正午 垂液线吊丝 下可以探寻的林前雨翔 春风化雨 我们从黄山下来的时候 心思也渐渐地雨化了 其实从黄山到九华山 用不了更长的时间 只是我们在踏上莲花佛国之前 去了人间烟火的红村 我们在去红村的路上 翻着一本名字叫做 老照片的黑白摄影集 从各种角度拍下了 行将消失的老房子 老房子寂静的暮色 老房子的暮结构楼梯 黄昏慵懒的光线 穿透老房子的屋顶 使我们为之 怦然心迹 与其说我们是怀恋老房子 不如说我们怀恋的 是与老房子共存的一种 淳朴与自在 它不像今天的商业气氛那样 锐利 锋芒碧露 也不像网络那样 令我们猝不及防 随时随地 都有一种跟不上烫的局促 与不安 而从真正意义上讲 这一点恰恰又造就了古村红村 使得红村没有心急慌忙地 成为无数黑白老房子中的一种 到了今天 阳光底下再也没有新鲜式的今天 红村才缓缓地浮出水面 于是世界都知道了 在黄山到九华山的路上 还有这么个红村 现在我们登临九华山 抬眼看处 山上是烟云蓬勃 脆子万壮 回头望去 山下是烟烟鸟鸟 红尘滚滚 九华山从前的名字 叫做九子山 一千多年以前 李白路过这里 就在九华山的山脚下 任性逍遥 随缘放矿的诗人 面对层鸾翘拔 权飞溪流 自然不会错过 这一个借景抒情的机会 看着松雪喝着酒 心旷神医的李白 朗生而涌 庙有分二气 灵山开九华 第二年 李白速长江而上 到了秋浦江面 再一次遥望九华生锈 李白为第一次 没有入山畅游 而深深遗憾 由此 李白写下了千古名句 西在九江上 遥看九华风 天河挂绿水 绣出九芙蓉 九华山是佛教圣地 佛门的子弟也静慕莲花 清须脱俗的圣洁 所以李白的这一首诗歌 是蕴含佛心的人间清唱 蒲团 木鱼 念珠 陈中 木骨 清灯 我们终于走向了九华山上 樊宫寺院和安堂 在旷古幽芒的时光深处 有一位誓愿要度尽世间一切众生的地藏菩萨 他虽然经历了无量劫的艰苦修行 九正法身 成就佛道 但他却不愿高居佛位 人世间的悲哀在地藏菩萨的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慈敏 地藏菩萨立下了一个誓愿 他说 六道众生里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若不度尽地狱众生 事不成佛 很多年以后 地藏菩萨的化身新罗国的金桥和尚 也就是金地藏千里迢迢来到大唐 金地藏泛舟成法 远舍重养 孤身之影来到大唐 是向往大唐汉土的大成气象 这时候的金地藏 更多想到的不是普度众生 金地藏更多想到的是怎样学好普度众生的本理 唐朝的诗人李白 为心中的诗情跋山涉水的时候 金地藏正为了求佛求善 在江南大地上行走 李白在九江之上 遥望九华山的时候 金地藏已经在九封其利的崇山峻岭中 跨峰岭找到修行的好去处了 以后的岁月里 九华山上的金地藏除雀万绿 心如止水 安然艳奏 他即西泉而饮 摘野果而食 于裸檐上起卧 安详宁和 坦然高洁 决然不知孤苦忧患 有一天 从山下面来了一位童子 善解人意的童子留了下来 留下来陪金地藏一起修行 艰苦生活中的一老一小 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只是没有多久 童子私家心切 还是要下山去了 金地藏依依不守 好去不虚 贫下泪 老僧相伴 有烟霞 这是从金地藏 仅留在人世的两首诗中 摘录下来的句子 有时候最高境界的佛心 也就是最平常的凡心 而平平常常的人间情意 却包含着 至真至信的佛的意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九华山的书籍中 还有着这样一段记载 公元756年 春天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九华山下青阳县 一位名叫诸葛杰的儒士 随着几位好友来到九华山前 时机而上 九华山上白云鲜亮 林木聪裕 诸葛杰一行 谈笑风声 兴致盎然 然后他们走过东崖石市 他们走过东崖石市的时候 看到了一位老僧 闭目敷作 苍然凝固的身影 老僧的身旁 支着折足的铁顶 铁顶的里面 是夹杂着少量米食的白土 大家见了 亚然凝夜 诸葛杰说 和尚在如此无助中苦行 这是我们的过错 说完了这句话 诸葛杰就召集了大家 在一起商量起来 为这一位苦行的僧人 见似的事宜 这一位苦行的僧人 自然就是金地藏了 诸葛杰将这一个心愿 请求于金地藏 地藏应允了他 于是诸葛杰和大家 下了九华山 并将九华山上的所见所思 告诉了乡亲们 乡亲们深深敬服于 金地藏的坚真和刚毅 大家纷纷为见似 慷慨解囊 紧接着大家进山伐木 掘地挖土 很快一座恍然大寺 拔地而起 而因为金地藏精神的感召 九华山日渐香火鼎盛 岁月在清净的山 悠悠荡去 公元七九四年 金地藏已在人间 走过了九十九个春球 这一年的夏末 金地藏召来众位僧徒 向他们告别 金地藏要走了 金地藏源祭后 僧徒们怀着崇敬 将他的肉身 安放在石匣之中 三年以后 僧徒们打开石匣 准备将大师的肉身 移放到石塔里 却惊奇地看到 大师的肉身 依然家夫端坐 言壮如生 和其骨节 又金锁般的冥想 僧徒们 一起佛经上说的 菩萨勾索 百孩明矣 大家明白了 金地藏和菩萨地藏 不仅仅是名号相同 纸锐也是一样 金地藏 不就是地藏菩萨的 英式化身吗 六道众生里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子是我母 若不度尽地狱众生 事不成佛 神圣和崇高 是一种不死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和尚问参悟的人 从前来过寺院没有 那人说 没有 老和尚说 喝茶去 然后老和尚问 另一个前来参悟的人 从前来过没有 另一个人说 来过的 老和尚说 喝茶去 小和尚问道 来过的和没有来过的 为什么一样是喝茶去呢 老和尚说 喝茶去 这个故事和茶无关 这个故事 只是让我们踏进 九华山神光岭上的 肉身宝殿时 若有所悟 若有所悟 人家并不是离开人群社会 有时候 出家人的心灵 靠着人间更近 就是以出世的精神 做入世的 逝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